请收看 维新世界 用心看台湾 全民健康保健 通风又称为富贵病或是帝王病 因为在古代通常只有大富人家才有经贿 经常会大鱼大肉 饮酒生鸽作乐 但是随着现代的生活水平提升 通风早就已经不是富贵人的专利了 不仅这个盛行率会大幅的提升 离病的年龄层也有年轻化的趋势 究竟通风是什么 为什么会通风 通风又有哪些前兆症状呢 我要怎么快速止痛 今天我们邀请到更新中医诊所左宗桓医师 带我们一起来认识什么是痛风 哇 欢迎左医师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大雅 更新中医的左中环左医师 这个痛风我跟他不熟悉 是 他跟我不是好朋友 但是有人跟他是好朋友 对 没有错 那这个痛风到底是什么呢 痛风这个疾病 基本上是一种代谢性的一种疾病 它让我们的身上的尿酸啊 无法顺利的排出 然后在各个的关节沉积 会去造成一种很严重的红肿热痛 然后甚至会造成我们的关节的形变 这种疼痛是非常痛的 甚至我们的中医在以前就会有叙述它 他叙述它的这种是说 风湿香薄 骨节反腾 而且会痛到无法身躯 然后连我们的汗都会出不来 然后一直喘 然后尿尿也都尿不出来的那种 人走过都会痛 人走过去的那种微风都会痛 这种痛为什么会只发生在富贵人家身上 对 为什么 他以前的话 甚至古希腊还有说 我们的痛风是富贵人的病 那种风湿是贫穷人的病 他们可能会觉得说 可能富贵人啊吃的营养好啊 尤其是吃更多的海鲜大鱼大肉 他们比较容易得到痛风 关键就是跟我们的尿酸 那些的代谢物品的尿酸有关 可是近年来又发现 很像也不是 我们的富人所专属的 因为他们发现 其实 痛风更主要的源头 其实是糖和酒精 糖跟酒精 我曾经听过朋友讲说 他们痛风的时候 不可以喝啤酒 其实你看 也不用到很有钱去买到大鱼大肉 基本上我们的零食啊 跟我们很常买的饮料 啤酒 其实那就是一个 最严重的一些痛风的来源了 对 因为啊 其实我们的啤酒的代谢里头 其实他也会有所谓的尿酸 其实尿酸是很多东西的代谢 尤其是蛋白质的代谢就会出现 然后我们的酒精的代谢也会有 高量的普林会造成的尿酸 然后而且喝啤酒也会造成你的整个的 尿酸的释放变得很不好 就有点像是你的水池里头不停的加水 然后你又把水池的排水系统给堵塞住的这种感觉 所以吃了喝了这个我们的酒精啊啤酒啊 会造成痛风的几率是大增的 哦 所以因为身体的每个地方他不通顺 嗯 他没有办法代谢掉 对 尤其是要靠肾脏的代谢 哦 对 所以这个痛风跟肾脏有很大的关系 对 也跟肝脏也很有关 因为其实尿酸的制作出来 是靠着我们的肝脏的一个代谢制作出来的 然后再靠我们的肾脏去做一个排除 嗯 对 对 所以我们身体的功能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那这个您刚才一直提到 我们这个重点的就是尿酸嘛 高尿酸就一定会痛风吗 痛风刚刚说是一种代谢疾病 它的最关键是因为 你无法把它代谢出来 所以你如果是高尿酸 你不一定马上你就会痛风 你如果高尿酸 但是你的代谢能力很好 那你也不会有所谓的痛风 所以我们有去一个统计 很像也只有10%的高尿酸的人会引起到的痛风 反而真正的痛风的主要的来源 都是一些三高的患者 嗯 例如说我们的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嗯 因为他们很容易会造成他们本身的代谢 会比别人还要差 嗯 所以他们才是最容易的一个患者 所以现在讲到痛风的话 其实就是你的代谢系统出了问题了 对 对 尤其是你的尿酸的代谢 嗯 那这个尿酸 因为我们刚刚也有讲说 这个高尿酸 然后跟普通的尿酸 这尿酸到底有什么用处啊 我们听到尿酸有个尿汁 就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废物 一个一定要把它广快拍出去 就是排泄掉的东西嘛 对 可是其实尿酸它 也不尽然完全是个废物 它在我们的人体内 也是需要一个固定的浓度 嗯 对 我们的话是 一般我们会觉得男生是7 每100毫升里头有7毫克 然后女生是6 超过就叫做高尿酸 嗯 可是最低也不能低到小于3 因为我们发现哦 其实尿酸也是我们身体内的一些 神经传导物质哦 嗯 我们想要有专注啊或是爆发力 其实尿酸也会扮演一些很重要的一个功能 不能太高也不能太低 它不可以不存在 它是 不是尽全然的是废物 它是一个代谢出来的东西 但它有它的利用价值 这些朋友们 你们痛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啊 对可能就要去看看是不是 你第一个 你可能也是去常常摄取一些高尿酸代谢的一种食物 例如 例如说 刚刚的最重要的其实就是我们的糖和酒精 那其实我们的糖有分 蛮多种的 我们常常遇到的糖 例如说淀粉啊 嗯 会出现麦芽糖 是 牛奶会有乳糖 嗯 然后甚至我们的一些水果啊 食物啊也会有蔗糖 其实这三种糖相对我们的人体是比较安全的糖 嗯 我们的最容易导致的尿 那个高尿酸痛风的这种糖叫做果糖 果糖 果糖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 果糖都是去喝饮料里面才会有的 其实现在很多饮料是放蔗糖 其实蔗糖也相对安全 像果糖的话 其实有个果汁嘛 水果里头有 可是水果的果糖又相对是安全 而且我们现在很多果糖是一些人工制作出来的 高浓度的那种糖浆果糖 例如在饼干里头啊 零食里头啊 其实那些都是所谓的 会造成我们的肾脏代谢会变得比较不好 然后有尿酸的累积 嗯 因为那些糖真的都是太甜了 嗯 对于我们的人体都是一个负担 对 但是他为了要食物让他好吃美味 嗯 所以去放了这些东西 那真的叫我们其他的人啊 很难选择耶 对啊 所以以前人家说海鲜加啤酒 痛风跟我走 现在就要把它改成是 再多一个糖海鲜跟酒精 对 糖海鲜酒精 对 尤其是糖跟酒精 对 是最严重的 这是最严重的 这也是形成痛风的原因了 但是这个痛风就是 你不要去吃这些东西就好了吗 如果你不去吃它的话 当然你还是要去做一些自己的一些 三高的一些避免 因为也不要让自己 有三高的话 就是会造成你的代谢变得比较出问题 对你可能会觉得说我也没有吃很多 因为有些东西其实那些是无法避免的 因为其实食物所代谢出来的 这个叫做尿酸 只占了我们人体内的20%而已 对 然后其实我们自己身体里头的一些 DNA或是蛋白磁的一些 新陈代谢就占了80%了 那佐医师我就很好奇了 因为我的朋友很多他们有 有这样痛风的情况 这个痛风还会引起其他的并发症吗 是有可能的 刚刚说的我们的尿酸的代谢的不够啊 常常会在我们的关节堆积 会有关节的变形 然后随着这个血流 我们的尿酸如果堆积到我们的肾脏的话 甚至可能会出现了肾结石 然后到达我们的心脏心血管系统的话 甚至会出现一些我们血管的堵塞啊 冠状心状病都有可能 那个就会很有危险性 因为我们的血管是一定要通的 对 要通畅的 他不通畅呢 堵塞住了就很多问题产生了 对 那我刚刚又想到一个问题 是我这些比较容易有痛风状况的病人 他们有一些共通点 就是第一他爱喝啤酒这没话讲 是 然后呢 他们的体型也稍微就 比较 比较 对 壮一点点 对对对 对是 是都 所以说肥胖的人 他们真的就会比较容易有痛风的状况 对 因为主要就是因为他们的代谢可能就会变慢了 然后加上他们的体格大 他们出来的代谢废物又多 就变成是你加了很多的东西进来 然后那个东西又代谢不掉 所以他们会比一般人 更容易产生一些堆积的状态 所以这个再回来讲就是说 真的代谢的问题了 对 那在这个部分的话 遇到痛风我们要怎么去治疗它呢 对 如果像我们遇到这些急性的痛风啊 西医的话其实有很多的 秋水腺素等等的一些发炎药 可以把它给压抑住 涂的 对 或者是打针 或是吃的 对等等的 对 然后我们的中医的话 可以用一些 如果你急性发作 甚至可以利用我们的放血疗法 放血 对对对 放血 我们可以 就是在它这个比如说 阻塞的部分帮它把血放血 对 在它的红肿热痛的周围 可以给它放血 把它的那些卡住的一些淤血 或者是循环给它带动的更好 嗯哼 对 把它的这些发炎状况给它 变得更舒缓 这是立即的嘛 对 然后可以搭配我们的中药也可以 搭配中药 对 反正就是全部交给医生就好了 对 那这有的人他就没有办法走出来啦 因为他痛风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痛 那连起来都没办法起来 对所以痛风这个东西 它更重要的就是你在它的预防 要怎么预防 对 因为不知道预防 所以让自己发生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嘛 对 所以我们就来好好的告诉他们一下 我们到底要怎样预防 让自己不要接近到痛风 让痛风远离我们 对 虽然我们的痛风所造成的原因的尿酸 有只有20%是从食物而来的 但是我们也是要来去 去关注这个20%的食物 你不要摄取到什么为主的 对 所以我们就是容易痛风的患者咧 他这种高普林的这种食物是 尽量的不要去摄取 那其实高普林的食物有分 肉类的跟植物类的 然后现在的统计啊发现 植物类高普林的反而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反而是肉类的一些高普林食物 你需要做一些避免 对 像植物的高普林的 例如说什么香菇啊 豆类啊 他们发现那些高蛋白质也是高普林 但其实对我们的这些痛风的影响 其实相对少 然后我们的肉类的 例如说一些海鲜类啊 甲壳类啊 等等的那反而才是你要避免的 那刚刚您一直提到说这个肉类会产生嘛 产生这个高普林的部分 那猪肉 牛肉 鸡肉 鱼肉 比较偏向是红肉类型的才会有所谓的高普林 跟我们一些带壳的海鲜 也会有所谓的高普林的状况 这些肉类就可以尽量的去做一些避免 或者是利用一些烹饪的方法 例如说我们可以上网去查查 其实有一些烹饪方法是可以把它降低 它的普林的一些含的含量 就高普林的例如说那些 你是大杂烩的一些火锅类的啊 那种汤就尽量的去做避免 那种汤通常都是一种最高的高普林 高汤 对对对 就有些人会说 我平常也都没有吃那些 很像什么带壳类的啊 但我就是很爱喝很浓的那种鸡汤块 所熬煮的浓汤 是 哇也会造成这些高普林的状况 因为它就是属于浓稠的东西嘛 这其实我们可以很好想象 这个 呃当我们的血管的血液 太浓稠的时候 它就踏掉了 嗯嗯 塞住了 或者是走得很慢 是 这样子就会造成一些状况 没有错 没有错 那这个痛风呢 我们在中医的时候 它真的急性起来的时候 它就是去 只能去打针嘛 嗯嗯嗯 马上马上先减缓它的这个 疼痛感 对 不舒服的感觉 对 那在 在中医的部分 我们还可以借助我们的穴位治疗 来给它一些帮助吗 可以可以 没有错 当然是在急性期啊 那些患者痛到的时候 连他下床都没有办法 那种时候真的是要叫救护车 可是当你的这个急性期过的时候 为了避免那个 这么疼痛的状况来发生的话 嗯 这些患者就更需要这些穴位的保养 嗯 对 因为啊 主要的我们的这个 是代谢疾病 那是哪一些地方的脏腑的代谢疾病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肝脏跟肾脏为主 就是肝脏跟肾脏 对 我们肝脏是我们身体内一些 代谢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 嗯 对 然后 所以我们的中医 也刚好在以前的人也就发现 他的肝循环的这个系统 嗯 我们的肝的经络 跟我们的痛风是有关的 嗯 还有啊 我们的尿酸的排除也跟肾脏有关 所以中医也是以前就知道 是跟我们的肾的一些经络是有关的 所以我们的穴位就要开始 往肝跟肾的这些穴位来做保养 那我们现在要讲到说 这个痛风呢 总有一些穴位可以帮忙预防一下吧 对 没有错 那请到我们的小金人上场 好 我们的话来顾肾的循环的话 我们有一个叫做肾疏的穴道 它大概就在我们的肾脏正背后 那大概的位置在哪边呢 你就是大概摸一下你的这些肋骨的 肋骨最下缘的后面的背面 嗯 然后就大概可以用手这样子 平的这样搓就一定搓得到 你就可以大范围的这样子搓 去刺激 对 来加强你的肾的循环 来提高你的一些尿酸的代谢的问题 嗯 那这个 这个穴位应该就很好找了 大家可以 嗯 虽然说后面不太好摸拿 但是您可以靠着一些器具 对 可以 可以 来辅助一下帮你 运动一下 对对对对 然后刺激它一下 然后做成一个循环的动作 对 这种刺激的话都会建议 中华山珠的柳宝 我们每一次就是五到十分钟 然后一天可以大概两三次 诶这样子不错啊 诶这样子 这个简单的穴位 就可以让我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变好 那除了这个穴位 还有哪一个穴位需要做一种 我们还可以推荐我们的这个 尾中穴 尾中其实我们的中医说 腰背的问题都可以在尾中这边来做处理 而且刚好我们的肾也是在我们的腰背这边 所以我们也可以靠着尾中 尾中就在我们的膝盖窝的正中间 正中间 正中间 膝盖窝的正中间的一个叫做尾中穴 嗯 对 那衣服的方式也是一样吗 对 你就可以用我们的指头 给它更深层的一个按压 对 给它搓揉 有点脏酸的感觉的时候 那就对了 这我发现 刚才介绍的两个穴位都是在背部 对对对 这是我们的肾脏的一些循环的一些有关的穴道 嗯 对对对 那至于的肝的话 我们可以用一个叫做太冲穴 太冲穴 对 太冲的穴道 在我们的 大拇指跟食指的中间的缝缝的这一个区块 大拇指跟食指中间缝缝的这一个区块 对 它有点像是我们的手的颌骨穴的相对位置一样的感觉 哦 你把这里当做脚趾头的时候也是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对 所以就刚好也可以跟颌骨啊 做一个搭配的一些按摩 也是可以的 上面按一按 对对 按一按 脚趾头按一按 手跟脚都有顾到了 而且刚好 我们的这个是跟免疫系统有关 然后也可以解肋 诶 那我们的这个脚的也可以疏肝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发作的解肋 嗯 对对对 那除了这个太冲穴还有吗 哦 如果我们的肝的话 我们还可以再选一个叫做三阴胶 三阴胶 三阴胶基本上是我们的肝 还有皮 还有肾的经络的交汇处 等于说你按一个穴就赚到了 三个穴道的功能这样子 因为它是三汇点 对 所以然后它的取穴的位置 是你找到你的内脚踝这个地方 嗯 然后再把你的四肢手指头 放在你的这个内脚踝上面 嗯 然后的那个高度就在你的 内脚踝这个凸起的位置 是对 然后把它放上去 放上去压下去 然后的三寸 这个四指就是我们的三寸 嗯 然后这时候你再去找到你内侧骨头的后面一点点 所以它的取法是 你看这个内脚踝 然后那个四指 你就再去找这个四指的高度 然后在你的 大骨头的后面一点点 那个就是我们的三阴胶 酸 对 通常那个地方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穴道 嗯 嗯 真的按下去有酸痛的感觉 对 那个是我们的三个 循环系统的一个交汇处 那按下去会痛怎么办 诶 这个就要忍耐一下 或是就要来找医生看看 是不是身体有哪些地方不痛则痛 嗯 对 然后有什么样要预防的事情 对 再跟大家提醒一下 预防的话 主要的就是 我们尽量的要做一个规律的运动 对 规律的运动 运动 其实这也是最难的预防了 是 尤其现代人来说 整个要规律的运动真的是不容易 嗯 对 可是这个规律的运动啊 才能有效的提高你的一些代谢的能力 嗯 然后再搭配你的喝水量也要足够 嗯 可以促进你的这个尿酸的排除 还有刚刚说的一些食物上面的避免 也是一个很需要的 嗯 对 那在主医师你们的门诊里面啊 有没有一些比较 就是特殊的病人 他就是 也是就是痛风的一个状况 但是他是怎么来找你的 对 有一些的话 痛风的症状有时候 他看起来有点就是在你的大拇指 脚的大拇指哦 在脚的大拇指内侧就开始有一些红 红肿 还没有到关节变形 但他就常常说我这里是一些红肿 他又觉得是痛 但又不会痛到说刚刚的那种 风吹就痛 嗯 可是那种也有可能他已经有一点点 微微的重 那个痛风的状况了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治疗的话 刚刚说除了是放血 嗯 可以让他加强他的这些循环的能力以外 有时候我们也会直接在痛处那边下针 嗯 对 我们用针灸 用针灸的方式 对 对 对 所以他其实跟放血也是有异曲同工之类 对对对对 放血有点像是更急性的时候 我们会采用我们的放血 嗯 对 然后针灸的话 其实那些疼痛处也会很有疗效 嗯 那大部分来的人就是 最明显的就是指头的部分吗 对 比较容易的发现都是在一个指头的部分 脚指头 嗯 手会吗 手的话有一些 通常在手的时候看到的时候 常常都会有一点 微微的变形 微组 可见呢 现在人应该忍耐的能力也是非常的强 嗯 对 已经忍耐到会 都会有点微微的变形 才开始想要来就医 嗯 那在 在这个痛风的患者里面 大部分来的都是 年纪比较高的呢 还是说 有年轻的 普遍来说是年纪高的比较多 可是现在就是慢慢也会有 低龄化 就是刚刚说的糖啊 酒精的一些 我们可能已经越来越容易接触到的原因 嗯 这个在小朋友不容易出现 小朋友身上不容易出现 嗯 没有错 对都是已经成年了之后 然后喜欢喝饮料的啦 因为高糖嘛 是 爱喝啤酒的啦 是 这个已经接触到社会了 是 所以说 不再是这个 呃 年长者的专利了 对 现在也不再是 好亚朗的专利了 因为这些实在是太可以 谁手取得的东西了 没有错 好 痛风这个名词啊 其实在 我们的 以前中医这个叫朱丹西的医师 从他的那一个的 医疗的书籍里头 就有看到痛风的名字 而且他还为了他 专门去 制作了一个处理痛风的药剂 叫做 上中下痛风丸 很有趣的名字 上中下痛风丸 对 因为就是那种尿酸的堆积 可能在各个地方都会出现 他就直接来出了一个像是 全方面治疗的这种感觉 哦 对 那这个痛风丸呢 一般找不到的 你还是要找医生 对对对我们可以来去开这相关的 这些药剂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临床很常用的 会像是 当归碾痛汤 对 以我们中医的看待 碾痛汤 对 整个把你的这些 痛 痛给他刷 对 对 因为他会觉得我们的这些 主要是我们的 循环出现的问题嘛 然后就会造成了 我们中医看待啦 是 风 湿 热 卡住了 嗯哼 对 所以我们就需要做一些活血啊痛的药 把痛给碾掉 要对抗痛风就得先了解原因 并改变饮食习惯才有办法避免反复发作 不会伤害自己宝贵的行动力哦 因此平时应该注意营养的均衡补充 若有尿酸的问题更要减少高普林食物的摄取 才能给自己一个无痛的健康人生 我们再次感谢左宗焕医师给大家专业的解说 谢谢您 全民的健康 我们一起来保健 感谢您的收看 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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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福